第17题 以知ABC为三个正整数 而且呢 AB的最大公因数呢 是12 AC的最大公因数呢 是18 如果呢 A介于50到100之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例 AB的最大公因数是12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倒过来看 这时候代表 A是12的 倍数 我们先以A来看就好了 AC的最大公因数是18 代表A是 18的倍数 C也是18的倍数 好 A是12的倍数 A也是18的倍数 代表A是 12和 18的 公倍数 请注意这里我写的是 公倍数 不一定是最小公倍数 A是12和18的公倍数 那我们在旁边再算一下 12和18的最小公倍数是多少呢 你要求公倍数 先要把公倍数 先要把公倍数里面最小的那一个把它算出来 12跟18的最小公倍数 先用6来处 6、22、6、38 所以最小公倍数呢 就是6乘以2乘以3 也就是等于36 12和18的最小公倍数是36 那这个A到底是多少呢 A介于50到100之间 公倍数是最小公倍数的倍数 最小公倍数36 那A呢又在50到100之间 所以A呢它就等于36的两倍 所以就是72 A等于72 所以题目上讲说 A这个8到底是不是A的因数呢 我们现在知道A是72 8当然是A的因数 所以我们先把CD两个选项 先把它删掉 那题目又问 8是不是B的因数呢 8是不是B的因数 这时候呢 你必须要从AB的最大公因数是12 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12呢 它是等于4乘以3 那这个2的乘方来讲 它这里面这个4呢 里面有两个2 2乘以2 2的2次方乘以3 如果 如果 8是B的因数 8也是A的因数 那这时候我们就晓得了哦 那这个AB的最大公因数里面 一定有一个8乘上3 所以它就不会等于12 所以我们就晓得说 这个8呢 一定不是B的因数 8铁定不是B的因数 答案就选B这个选项 8是A的因数 但8一定不是B的因数 因为呢 如果8是B的因数的话 它们的最大公因数 至少就是24 就不会等于12 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选B 这个选项 是B的因数